欢迎收看美食不打烊 大家好,我是杨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豆腐 首先把豆腐切成均匀的薄片 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点葱姜蒜 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青红尖椒切片 泡好的木耳配色 一起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好之后开始煎豆腐 倒入适量的油 油烧热后把豆腐一块一块的下锅 煎豆腐的时候要用小火 大火容易煎糊 煎黄后翻面 两面都煎黄后关火 把豆腐捞出控油 放入碗中备用 开小火把油烧热 倒入葱姜蒜炒香 放入碗中备用 放半勺鸡精,一勺白糖,搅拌均匀 倒入煎好的豆腐,炖煮两分钟 最后倒入煎好的豆腐,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做法简单的家常豆腐就做完成 欢迎点评,点赞,转发,收藏 感谢大家的观看,再见